欢迎来到成兴娱乐生活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周榜滚舟身连关 Big Bang回归上榜第二 环球音乐榜美周榜单以作品专业指数70% 号内影响力15% 大众影响力15% 位指标进行评定 新歌推荐 经历了胜利事件一系列的风波后 许多人都以为曾经的顶流组合Big Bang在南重返乐坛 昨晚11点 胜利退团后的四人重磅回归 造成了不小的刷屏 不到24小时 已在QQ音乐售出了100W加章 引发了7W加的评论 今天顺势登上环球音乐榜周榜第二的位置 同时清明假期举办的格莱美音乐奖 也让获得最佳流行合作的大热单曲 Kiss Me More再度上榜 丝滑的旋律 复古的编曲 有着让人听一遍旧上头的魔力 上周上榜的新歌中 还有哈卷 Harry Styles的新专首单As It Was 在上一张获得格莱美肯定后 这张的专辑也卯足了更多人的期待 回归及告别 Big Bang崔胜炫发文 过去16年意义重大 感谢 在男团Big Bang回归的同时 成员TOP本名崔胜炫也发布了告别宣言 据韩国媒体报道 本月5日 男团Big Bang发布了时隔4年的回归之作 《春夏秋冬 still live》 韩瑜没有圈或息 在新歌发布的同时 成员TOP通过个人SNS向粉丝们 发送了告别的文字 在Big Bang回归的同时 TOP于当天表示新歌终于出来了 如果没有YG的工作人员 我不会走到今天的 双引号 在过去的16年里 非常感谢大家这些时间 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TOP接着写道 我觉得自己正面临着 人生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双引号 TOP表示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人回归 非常感谢粉丝们 再次感谢大家 在传达了对粉丝们的感激之情的同时 也暗示了自己的回归 当天 TOP所在的Big Bang以新歌春夏秋冬时隔四年再次回归 韩宇没有圈获悉 在YG最初宣布Big Bang将回归的同时 也传达了TOP解除专属合约的消息 而在正式回归之前 TOP已经正式解约 TOP也曾暗示要退出Big Bang 重新回归到Big Bang的TOP这一身份 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双引号 实际上 在TOP死前接受杂志采访 就曾传达过自己对未来的规划 包括了以Solo歌手身份活动 成立企划设 培养与Big Bang完全不同的组合等 在新歌春夏秋冬的歌词中 TOP作词的部分歌词也引发了大众的关注 包括Goodbye 我将奔向灵感的Amazon 把昨晚的悲伤统统掩埋等 韩语没有圈或息 特别是要做出比以往更大的改变 成为更好的人 成为更优秀的人等歌词 更是传达了TOP如今的心境 告别过去的TOP今后 将会以怎样的新面貌出现在粉丝们面前 也备受关注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 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